近年女地主她雇用怪手到桃源龟山整地的时候 没有想到竟然发现有一具野蛮在泥土中的尸骨 看到这样的景象呢 女地主真的是吓坏了立刻报警 而检警初步调查 死者疑似全裸年龄大约50岁 死亡的时间大约已经有3到6个月了 现在不排除是一起杀人埋尸案件 正在全力的侦办当中 桃源龟山光丰路山区拉起黄色封锁线 埋在泥土堆中的一具白色尸骨 只留下头颅腿骨和脊椎骨 当时一名酌性女地主上山除草 却意外挖出一堆白骨 她吓得赶紧打电话向警方报案 酌性女地主雇用挖土区司机张姓先生除草 在除草队中发现白骨丝骨一具 立即向本所报案 检警不排除这是一起害人听闻的杀人埋尸案 根据相验结果死者死亡3到6个月时间 性别不详年龄大约50岁 身高在160公分到170公分 嘴巴内牙齿有补牙 由于现场没有留下衣物 尸体疑似全裸 才会怀疑死者是遭到胸前杀害后 在带往山上埋尸 她没有留到她的衣物 衣物还是证物什么东西的 现场没有发现 桃园检警利用现场留下的可疑激症 抽丝剥茧追出死者身份 要真相能快点水落石出 记得范国欣桃园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